喂 金光 小孩现在怎么情况了 就是有点小毛病了 发烧是不是 对呀 快点快点 大家安全冒险了 什么是 一个女人在家就是麻烦了 哎呀 像你 还好有你老牛在家 哈哈 没事 哎 老牛 老牛 干嘛 小心 上街呗 人家金光小孩感冒了 发烧了 急着要去 去街上的 人家人家人家有老公去 你带人家去干嘛 他老公要出差啦 我老公出差啦 你看我平时对你那么好 要东西我借东西给你 要钱借钱给你 现在叫你拉一下 你都不拉咯 你这哪里能做的下现在 那你坐车头呗 出头的开不了啊 不可能坐这里的 坐这里我怎么开 我那么大要抱小孩 你怎么上得了 要不你坐公家车 我坐公家车 我小孩急着要去看病啊 是啊 急着去医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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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哪里坐得下 坐不下啊 那时候也不安全啊 不安全啊 不安全啊 就两个安全帽 是啊 还要戴安全帽的哦 不戴安全帽 等下交警看就抓了哦 哎呀 怎么这样子啊 哎呀 杀事先嘛好不好 怎么杀事杀事 就这次啊 这也是拉不了啦 你不要为难我好不好 太为难我们了 你看 你的小孩又不舒服 哎呀 我小孩又不舒服 你解一下嘛 是不是 哎呦 别哭了 哎呦 别哭了 你都是这样 不跟你说了 人家小孩又急着医院 要拉都不拉 我到他半年都挡不着客了 真的不好意思 那里挡摩托车的时候 看见那个老牛啊 拉了个大乖的女朋友 老婆 还抱那个儿子 哎呀 他们两个老老抱抱的 还老老抱抱吗 哎呀 那个小孩又说 哎呀 抱抱别哭 抱抱别哭 你们这两个八婆在这里聊什么啊 是啊 哎呀 那个老牛开车这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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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干嘛 小型 你干嘛 什么什么 干嘛回首啊 哎呀 那个老牛 拉大乖的那个老婆 说上街 哎呀 刚才我在丁火忙好 你看到了 你也看到了 看到了 他们两个在那里到那个小孩 我也看一下 哎呀 那个小孩 这对有点像老牛叫屌毛 哎呀 哎呀 是老牛啊 我不会是老牛的 哎呦 不会是老牛 你那个吃上去吧 哎呦 说不准啊 哎呦 说不准啊 说不准啊 那个妹妹 牛妹妹那个老公不在这 说不准的 经常我在家经常出差 哎呀 不跟你们搅车逃 我走了 我走了 哎呀 再说一下 哎呀 你是不是他们有一腿啊 难怪我看他们 大路不走走那小路 哎呀 大路不走走小路 肯定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美女不爱爱少父啊 那个老牛啊 真是有一腿啊 肯定有 你想到他们是这样子 是啊 我也想不到 你知道了 那个大妃对她老婆那么好 她出国呀 那金花我都不想说了 这种女人 我以后都不想跟他玩 看见了我都不想叫了 哎呀 原来他们有志 我家也回不了了 我要回家煮饭了 哎呀 我看大飞是那么好的兄弟 小婷他们也看到了 要不要告诉大飞 哎呀 跟他说一下 父亲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哎呀 这老婆不知道去哪里了 半天不回来 哎 大飞 哎 干嘛 怎么在这里坐 你出差那么久没回来 你怎么在这里坐 是啊 我刚出差回来 我看见我老婆去哪里没有 哎呀 说来话长 你老婆跟那个老牛 坐摩托车上街了 还搂搂抱抱 像一对狗男女一样 哪里有这回事 那个大路他不走 非要走小路啊 会有事啊 有一腿啊 不可能的 我老婆这么爱我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啊 哎呀 人心难猜测啊 前多时间我孩子感冒我 打电话叫老牛帮我车去 看下病而已 这是不可能的啊 哪里有这回事 应该是有的 你不看 开招老牛会见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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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说哪里都那么多废话 像这条狗样 狗男男女 走了都不相信就算了 说不给他 信不信了他 等一下 我老婆这么正直的人 怎么会这样啊 对我那么好 嘿嘿 哎 三叔们 回来了 是啊 出差了半个月了 怎么了 哎呀 你发现你老婆有什么异常没有 有什么异常啊 哎呀 今天 在冰果门口 我看见他们 两个 一起把那个手摸到小孩当中里面 谁啊 到那个脸上 就是那个老牛啊 老牛 哎呀 哎呀 我现在我真的是怀疑 那个小孩是不是你的 不会有这个 哎呀 我不是十几年的兄弟 我都不告诉你 我不讲 做这个仇讨你知道吗 哎呀 那小婷他们刚才一说看到了 真的有这回事啊 很爱慰的那种 哎呀 其实到小孩 好像在到大人一样 嘿嘿嘿 我不是十几年的兄弟 我都不告诉你 我跟你说 我怕你一直绿下去 这个精夸怎么这样啊 哎呀 你家里这样出种出情 我都不想在你家吃饭了 我走了 本来讲 在你家生一顿了 哎呀 我走了 我家不管你了 不可能的吧 哎呀 我出去半个月而已 怎么这么多风年风雨啊 一春年都说 估计无风不起浪啊 肯定有问题 等下他回来 一定要质问他 什么事 哎 老公你回来了 哎 快来了 干嘛呀 干嘛啦 干嘛啦 自己做什么事 不知道吗 哎呀 老牛 老婆去哪里啊 带你小孩去医院啊 对啊 去医院 去医院 人家要去副检了 所以这几天老是来回的 你是不是刚年期到了 什么刚年期到了 一回来发那么大火干嘛 我回来的路上啊 刚才一村人都到我家门口跟我说了 说什么 说什么 你是不是大我老婆 走小路不走大路 那小孩 发狗烧不走小路 赶得急吗 要去调整吗 对啊 还有是不是跟我老婆有一对 老老包包的 哪里老老包包你怎么说 哎呀 是啊 你怎么最说话了 你现在 那个山叔公跟我说了 什么字都问我说了 还有那小亲 三妹 他们都说 老老包包 要戳我老婆 走小路不走大路 大飞啊 你每次出家的时候 我带你 你小孩有问题 都是我拉戳去的 我问过你一分钱吗 你还说这种话 对得紧叫良心吗 你怎么听别人的疯言疯语 你都不信我的 一个人说就算了 现在全村都传变了 你要我怎么做吗 我的脸面哪里够啊 反正我深圳不派影视钱 我跟你说 深圳不派影视钱 你怎么这样子 我才出去半个月 你就搞成这样子 我一个人带小孩也辛苦啊 你 哎呀 你就出个差 这老牛来帮忙 你还这样子 搞得猛车风雨 老牛也是 要不要来我家这里了 再来我家这里 呆住你 你别做怪呆啊 现在你做样子快 我跟你绝交 绝交绝交 要不要来到我这里 赶紧走 滚 兄弟没得错了 我想跟你做兄弟啊 别啊 不要老师没事 不要跑我我再来 你要你老婆姐 不要叫我再拉去了 我的我的 不要从我家这里经过 不经过就不经过 好心里的好抱 误会啦 误什么会 还有你 你给我戴了这么大的绿帽子 让我怎么 别在门口说啦 一说等一下人家听到更加像话 进去你再说 如果今晚不解释清楚的话 从都不给你上 今晚先嘛 你老是这样子先进去嘛 哎呀 孩子都能哭啊 喂 真的是 越解释越就是掩饰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跟你结婚那么多年 小孩子都有了 我这个为人你还不懂吗 懂什么懂 为什么人家唱的满城风雨了 都跑到我家里来说了 你相信外人也不相信自己人 你 哎呀 还有我看这小孩一点都不像我 哪里像我啦 我怀胎十个月 生出来你说不像你 那我再说再多有什么用 越解释越就是掩饰 赶紧管 关 小孩子我也不要了 干什么事